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香港犯罪电影 火舞风云 电影主要讲述了梅甲日敏儿 因父亲销铛入狱 母亲身患重病 不得不沦为舞女谋生的悲惨故事 一次 敏儿的父亲被当地的富豪唐老板 骗去给强劫珠宝店的罪犯开车 结果被警察当场抓获进了监狱 母亲去找唐老板 要回应得的抚恤金 被拒绝后 身患重病进了医院 为了照顾母亲和读书的妹妹 家庭的重担 全部压在了敏儿一个人的身上 为了贴补家用 赚得足够的钱 敏儿决定去当舞女 敏儿找到过去 经常找自己做美甲的夜总会老宝 正赶上老宝的生意不好 手下的小姐被人挖走 老宝很快被让敏儿出去接客 并让手下的红姐来带敏儿 第一晚敏儿遇到的客人 便对敏儿动手动脚 敏儿十分害怕到处躲闪 到了深夜 客人们不断给敏儿灌酒 想把她灌醉趁机抢爆她 客人们明白 敏儿一心想离开 这时红姐出面 吹完了一瓶洋酒 在客人们发愣的时候 带着敏儿逃离了房间 离开房间后 有未病的红姐很快吐血不止 冰倒在地 十分感激红姐的敏儿 立刻将红姐送到医院 由于敏儿肤白冒美 是夜总会的新人 很多客人都愿意点敏儿来陪自己 很快敏儿就到了夜总会中 其他舞女的嫉妒 在天深夜 敏儿和红姐准备下班 突然有舞女来欺负敏儿 胆小怕失的敏儿不敢还手 一向袒护敏儿的红姐看不下去 很快替敏儿报了仇 此剧却受到更多舞女的敌视 众人围了上去 一同殴打红姐 红姐很快被众人打倒在地 带头猖狂的舞女 甚至想拿烟头套红姐的脸 敏儿看到后 立刻用手捂住了烟头 此剧激怒了红姐 更加疯狂地反抗 舞女们的打斗越来越激烈 这时夜总会的领班听到声音后 立刻出来制止了这场闹剧 一次唐老板来夜总会消遣 一眼便看中了敏儿 想要出巨资 抱向敏儿一夜 但是敏儿只是赔酒并不卖身 很快拒绝了唐老板 不久红姐告诉敏儿 唐老板生情狡诈 为人显乐 自己年轻时 才被唐老板和她手下的人 想抱轮肩 要敏儿远离唐老板 一段时间后 爱买股票的红姐 因为股市下跌 赔光了自己的所有资产 红姐感到人生无望 决定看没其自杀 幸好敏儿及时发现 救回了红姐一命 敏儿为了帮助红姐解决困难 决定去求助唐老板 唐老板不仅当众羞辱了敏儿 还要敏儿主动陪她一夜 才愿意帮助红姐 敏儿被迫之下 只好答应 经过唐老板一夜折磨后 红姐的经济困难终于解决 不久后 敏儿的父亲也被释放出狱 一家人起乐融融 生活再次走向正轨 只是没有想到的是 一次敏儿在夜总会上班 竟然遇到了父亲 父亲看到女儿在夜总会上班 很是愤怒 同时也很自责自己的 网状无用 父亲无意间听到唐老板 在背后说 有所敏儿声誉的坏话 愤怒的父亲 决定报复唐老板 一天 父亲当街向唐老板身上 颇想分辨 名誉扫地的唐老板 发誓要向敏儿全家复仇 唐老板找人在父亲的车上 做手脚 当时敏儿母亲车祸生亡 爱人死后的父亲怒火中伤 决定带着小女儿 去唐老板家中讨回公道 唐老板看到独身 闯进自己卧室的小女儿 猖狂至极地想要抢前她 不久 父亲进入房间后 看到被扒光的小女儿 顿时怒火中烧 与唐老板急行打斗 最后被唐老板一枪打死 从从赶来的敏儿和红姐 刚一进门 便看见惨死的父亲 一时愤怒之下 敏儿想要拿刀杀死唐老板 但此时警察已经赶来 敏儿之后含恨放下手中的刀 红姐无意间看到了敏儿手心处 曾经为了自己而留下的疤 毫不犹豫举起刀 刺向了唐老板 最后 警察把红姐当作凶手 抓捕归案 梅儿看着红姐坐在警车中 渐渐时远 不由的泪流满面 我们身边最缺少的 就是敢于站出来 对抗恶势力的人们 维系社会公平正义 并不是我们每个人 都能做到的事情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拜拜